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运用法律武器 财务杠杆和诉讼策略 帮助无数企业化解债务危机 快速摆脱困境 获得新生 被众多企业家称为 中国债务危机应对第一人 大家好 欢迎来到前言讲座 我叫王冬明 来自上海 是上海王冬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从事企业信用风险研究 将近三四年 目前一直在进行企业的 债务危机应对方面的研究和实践 目前我一直在温州 配合温州市人民政府 帮助温州的企业家 应对债务危机 摆脱困境 获得重生 我们有一个核心的理念 温州的企业家 温州的企业 爆发了比较前面的债务危机 但是 债务危机 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 它有传导性 温州旗民营旗的危机 肯定会传导到浙江省 目前 在浙江省 已经发生了类似的现象 比如说 温州目前最严重 其次是嘉兴 再次是泰州 再次是湖州 有人问我 未来浙江省 什么地方债务危机最严重 我可以告诉大家是杭州 而且这个债务危机会逐渐逐渐的波及前果 这非常正常 也就是说 未来我们中国的民营企业 很可能面临着翻天覆地的大洗牌 倒掉一批企业 有一批企业又站起来了 温州的企业 赛先倒下来 我认为 温州的企业也赛先能够举起 那么 我们下面来系统的给大家分享一下 债务危机 以及债务危机的应对的战略 债务危机的应对的战术 策略和方法 希望这个课程给人 给大家带来收益 下面我们开始 第一讲 怎么是债务危机 目前 全世界的债务危机已经爆发 首先爆发的是美国的次贷危机 之后 爆发的是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 到现在 中国的 领起的债务危机 已经 显现出来了 并且 已经在局部地区已经有爆发 爆发 那么 什么是债务危机呢 我们要搞清楚这个概念 我认为 债务危机 就是货币战争的下半场 大多数看过宋宏碧写的一本书 叫货币战争 货币战争的上半场 使一些银行家们放水 我们叫做扩张性的 信贷政策 当然也包括中国的十万亿 扩张性的信贷政策 必然导致的红果 就是 流动性犯难 流动性犯难 就必然导致 以资产价格泡沫上涨 物价上涨 为特征的通货膨胀 当然 政府不太会容忍 长期的通货膨胀 和剧烈的通货膨胀 因为这会影响安定 影响老百姓的口袋 因此 就必然 抽水 就采取的紧缩措施 一紧缩 那么好 就会导致很多企业 资金流的淡裂 资金流一旦淡裂 就变 变发生了 以不能偿还 到期债务为特征的债务危机 债务危机是这么来的 因此 在温州 出现这么一个现象 爆发债务危机的 不是微型企业 甚至不是小型企业 恰恰是在当地的 中型的 甚至所谓的大型的龙头企业 而且越是大 它的影响面越大 波及面越广 而且越问题越严重 恢复起来越困难 像冬天一样的 在冬天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食物普遍缺乏 这个时候 大象和老鼠 他们有不同的 生产策略 在某种意义上说 更应该 更能够适应 更能够活下来的是谁 是大象是老鼠 肯定是老鼠 因为老鼠 仅仅一点点食物 它都挨过一个冬天 但是大象 没有办法 要承担承担的食物 也就在危机爆发的时候 小企业 有一点点现金流 或者很少的现金流 它都能活下去 但大企业恰恰不能 它每天需要 大量的资金流量的支撑 所以 大企业往往更危险 更危机 这也给我们个警示 很多自认为大企业的企业 认为自己实力非常强 不可能出现危险 我告诉你 越大 越可能出现危险 现金资金流量 流速越快的企业 越容易出现危险 应收款越多 扩张了一块的企业 越容易出现危险 只要一个小小的事件 就会倒进现金流的淡裂 一淡裂 立马就出现危机 这我们一定要做好预防措施 不要认为今天很好 就是高枕无忧 恰恰错了 恰恰错了 所以我这里要做个呼吁 中型企业 甚至民营企业 大型企业 现在中国的特大型的 这个民营企业 我们恰恰要做好 危机预防工作 今天没有发现问题 不是你没有问题 也可能明天就是倒掉了救世里 也可能后天倒掉了救世里 这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那么债务危机实际上 就是一种资产价格泡沫的破裂 资产价格泡沫破裂之后 导致资产的大幅缩水 这也是我们中国目前采取的 宏观调控的任务之一 把房价打压下来 事实上我来自上海 事实上上海的房价已经在下跌了 这主要是一手房 很奇怪二手房不下跌 二手房不下跌的原因 不是它跌不下跌 主要是跟当地的政策有关系 因为在上海 你重新购买房子 要交房产税 以前购买的屹立不交 所以二手房非常坚挺 这也是调控到这个难题 一手房的价格 有的要下跌40% 就打六折 再抛售 有时候还无人文金 在浙江 浙江最大的一个房地产开发协 浙江绿存地产 目前也岌岌可危 岌岌可危 在温州 更是产跌 房产 房地产在目前 根本就难以成交 为什么 没钱 本来在温州 能够拿出一亿钱的人很多 现在 一个有一百万现金的人 绝对是个富翁 整个资金流枯竭了 为什么 止进不出 所有的企业 基本上是 只要把钱收进来 就不放出 所以在温州 目前有大量的应收款 冻结在那里 无法收回 无法收回 现 资金流出一种 非常紧张的状态 基本上出一种 冻结的状态 比尔盖斯曾经说过 微软离破产 永远只有18个月 企业家强烈的风险意识 是企业做强做大 做稳做实的基础 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呢 尤其人民一起 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不是风险本身 而恰恰是 我们的企业 管理层 尤其我们的企业总裁 没有任何任何的风险意识 应该如何树立 正确的风险意识 企业风险管理专家 王篤明 做客前言讲座 继续为您带来 企业债务风险管理 及危机应对 精彩继续 敬请关注 那什么是债务呢 我们要讲债务危机 那我们就讲什么是债务 我们看 下面的文字 这边是个什么字 人责 这边是个什么 责 这两个人加责 是个什么字 债 中国的文字非常 说明债 跟人有关系 债 跟责有关系 所谓债 就是人的责任而已 就这么讲 这个人是什么人 这个责是什么责 我们一定要把它分去 这个不分去 这个人 有两种 一种是 自然 生于出生 终于死亡 我们都是自然 第二种是法 是依法设立的 依法设立的组织 我们所谓的 现在的有限责任 都是法 在既然跟人有关系 中国人说了一句古话 叫 人不死 在什么 不烂 反过来说 什么概念呢 人死 在即是怎么样啊 人死 再灭 对吧 这是非常简单的概念 我们不说自然人 在国外 自然人 不死 也可以再灭 自然人通过什么 破产 把债务全部处理掉 在中国 目前 还没有 自然人破产的 这法律 但是 公司 是可以破产的 既然公司 也可以死亡 公司的债 随着公司的死亡 就是什么 烟消云散 而且我们的公司 是什么 什么责任公司啊 有限责任公司 所以说 有限责任公司 一旦清算 破产 那他的债 就随着公司的消亡 而消亡 所以我有个理论 我说 债 真的不可怕 债务危机 不可怕 怕的是 你有没有好的 债务危机的 应对战利 第二 是责 这个责有两个 一个 是责任 我们主要借定的 是不是在法律上 应该承担 这个责任 而有的时候 欠债 不应该承担责任 比如说 超过了诉讼时效 他就可以不承担 对吧 这是一个概念 一个更重要的概念 他 有没有 这个责任 在中国 中国应该承担债务 但是没有能力承担的 大有人在 不仅在中国 在国外都一样 包括在法国 包括欧洲国家 包括在美洲国家 美国 因为他没有能力承担 没有能力承担 怎么办呢 那就什么时候 有能力的 什么时候承担 一辈子没能力 那一辈子不是 死掉之后 再什么 人死 再灭 所以中国过去 一句古话 就奢侈多了不养 再多了什么 不出 是有道理的 这里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就要呼吁 我们的企业家 尤其债务力的企业家 你要 勇敢地面对债务危机 勇敢地面对 切切不要逃亡 更不要自杀 为什么 大可不必 连个债都把你压死了 那还得了 因为你不懂 现在懂了之后 我想 不用逃亡 不用自杀 正确面对 说起债务 我们下面讲一下 债务怎么产生的 我们不得不讲风险 什么叫风险 我这里两个字 风加什么 险 就组合一个风险 大家知道 风 它最大的特点 变化莫测 一会儿向东 一会儿向西 对吧 一会儿向南 一会儿向北 我们把这个叫做风的不确定性 对吧 所谓风险 就是这样的概念 就是未来的不确定性 这叫风险 未来的不确定性 包括目前发生债务危机之后 未来的不确定性 也是一个风险 风险 风险 它有规律 风险 有定力 我们下面看看这个等次 风险的定力 这边是个一 这边是个一 这个一 就是风险 朋友们说 从数学上来讲 一万减一 等于多少啊 九千 九百 九十九 但是 针对风险来说 九千九百 九十九个事情 做对 在某一个方面 有一个事情 犯了致命的错 有个重大的致命的风险 那一万减一等于几啊 千五百做 这个就是风险的概念 我们中国 这企业 我们中国的企业 平平稳稳的发展了三十年 大家都有个非常麻痹的思想 说明我们没有风险 没有风险 实际上一旦来临之后 就不得了 最大的风险是什么呢 尤其是民营企 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不是风险本身 而恰恰是 我们的企业 管理层 尤其我们的企业总裁 没有任何任何的风险意识 他都根本就不知道风险 这才最大的风险 您看看那个任正非 为什么企业做这么大 做这么好 而且现在发展的 分析这么健康 任正非先生 有个非常强的意思 风险 他总是说这样一句话 他说我们活不了 青岛海尔的张瑞敏 说了句名言 每天战战兢兢 称皇称皇 罗里国宾啊 战战兢兢 委员的总裁 比尔盖茨说 我们只有18个月的 这个寿命 这么优秀的企业 这么优秀的老总和团队 恰恰有这么强烈的风险意识 我想因为他把这个意义 做好了 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这次爆发 债务危机之后 是个好事情 至少现实给我们上了一个 非常残酷的课 上了一堂非常非常残酷的课 这就是风险 让全国人民 让全体的企业家 知道什么叫风险 我经常把风险 当作汽车的刹车系统 一个车辆的好坏 不是看它的动力 也并不是完全看它的这个 这个张势 当然这是非常重要 但是车辆当中 最最重要的一个 一个系统 是什么系统啊 刹车系统 因为动力好坏 只决定车辆跑得快跑得慢 历史好坏 只说明只能决定人的舒适程度 但是你刹车系统 就决定了什么 人的性命 风险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决定了企业的 生死成亡的 但是我们恰恰在这个方面 毫无意识 所以我 我这里要呼吁 我们的企业家 尤其我们的大型的 中型的大型的 特大型的民营企业家 和民营企业总裁 你们 要让你的企业 积业长青 要让你的企业 永远地维持经营下去 必须要有一个意识 就是风险意识 而且把风险意识 灌输到 整个企业的经营的 全过程当中 不仅你要有风险意识 你要让你的员工有 风险意识 非常非常关键 这样才能真正地 保住我们的企业 做强 做大 做稳 做实 债务危机 使温州的 打火机行业 迅速萎缩 90%的 打火机企业 破产倒闭 却也在同时 给生存下来的 10% 带来了更为 广阔的发展空间 恰恰由于 它90%的 打火机企业 破产倒闭 让这10%的企业 怎么样 活下来 成功转型 因此危机 不是坏事情 通过危机 可以把坏事情 变什么 好事情 危中有机 机中有危 物尽天择 适者生存 企业家应该如何正确认识危机 债务危机具有哪些特征 企业风险管理专家王篤明 继续为您带来 企业债务风险管理 及危机应对 前言讲座 精彩继续 敬请关注 那么什么是危机呢 危机 危机 我们也是有两个字组成 一个危 一个什么 机 危机 在学历上解释是 好与坏的 一个边际 所谓边际 就是处于在一种 灵界的状态 灵界的状态 坏与好的转转 所以危机 在某种意义上说 就是转折 什么转折 好与坏的转折 或者坏与好的转折 因此危机不是坏事情 通过危机 可以把坏事情变什么 好事情 也可以 当然也可能把 好事情变什么 坏事情 这个就叫危机 所以有一个危机定理 叫危中有机 机中有危 物尽天者 事者什么 生产 只有适应这个危机的 并且能够找到 正确的应对策略 和应对战略的人 就能活下来 现在是圣者为王时代 温州的这个 大家都知道 温州的打火机场很有名 温州的打火机场 以前好像几百家 据说有九百家 这一轮在有危机爆发之后 百分之九十的小打火机场 全部 破产倒闭 被消灭掉了 仅仅剩下百分之十的 活下来的 我问 现在温州打火机市场的生意怎么样 大家说 现在比以前好多了 本来叫不到人 恶性竞争卖不出叫 现在人 人的资源也充沛了 是吧 价格 相对来说也提升了 你想想看 可能这场危机 让百分之九十的 没有生存力的打火机市场 对他就是个 就是个灾难 他破产了 他倒闭了 恰恰由于他百分之九十 打火机场破产倒闭 让这百分之十的企业 怎么样啊 活下来 成功转型 成功转型 那不是好事情吗 对吧 不是好事情吗 而且这 这百分之十的 大火机市场 未来可能 做大 做强 做出更高的效益 做出更高质量的产品 那么什么是债务危机呢 债务危机 主要表现的一个重要的特征 就是他的资金链带 温州有座传统的民间信用借贷 我们那个浙江省的省委书记 叫赵书记 他说了一句非常非常好 中听的话 语中心场的话 他说 民间借贷既然是传统 民间借贷既然有贡献 我们赌是赌不住的 赌不如输 把它输倒好 为什么要输呢 因为不规范 有风险 对吧 通过疏导的办法 让民间借贷规范起来 让民间借贷更好的服务经济发展 更好的服务企业 不是好事情吗 我们希望 通过这场危机 让我们国家的立法部门 能够确实的认识到 民间借贷的存在的合理性 和必要性 通过疏导的办法 让民间借贷 服务我们的经济 服务我们的中小企业 服务我们的社会 造福我们的社会 不很好吗 这里我们中国一个专家叫毛雨士 是我们修长江大桥的 毛教的后代 这是生智吧 所以他一直呼吁民间借贷阳光化 要彻底放开民间借贷 温州市政府目前成立的一个机构 叫做温州市民营资本服务中心 我们跟他前面的对接 正在考虑 在温州怎么样来规范民间借贷 让民间借贷阳光化 合法化 由温州队变成正规军 这我认为是非常好的一个 一个政策 同时在保护民间借贷的 这个借贷人的基础上 在保护债贷人的基础上 他们还出台一系列政策 打击暴力讨贷 我认为非常对 做得非常到位 只要是暴力讨贷 露头就打 坑坑地打 就是说打掉了很多的弹火 暴力讨贷的弹火 而且抓了很多繁殖嫌疑人 对的 我们要欢呼他 我们有这样的好的政府 保护我们怕什么 所以我就在讲课的时候 呼吁这些企业家 你不要怕 政府保护我们 当然我们也要给 政府争气 也要给这个社会争气 我们不要跑 不跑路 不跑路 不跳楼 要担当 把我们的实体 保护起来 把我们的这个 创造财富的原先保护起来 有债不要紧 慢慢地还